那现在我们再谈六祖禅经 上一回提到神秀大师 在庙的这个走廊 那么在一个就是吴祖写卖图 跟灵家经的变相图的中间 他写了一个记 那么吴祖就很赞叹这个记 但事实上晚上的时候 他就把神秀交到他的房间里面来 吴祖就讲 你写的这个记 一般人对一般人是不错的 有利益的 这个主一或者是这个传承成为六祖 我是想让师父看看我又没有知会 那么吴祖就很坦白跟他讲 你这样子好了 你回去 好好再想一想 再写一个记 你的记写好 在层上来给我看 因为你写的那个记啊 还没有入门 还差得很远 所以神秀大师听到汗 他就留下来 觉得心里 也不知道怎么说 这个吴祖跟神秀讲 所谓的明心见性 是一切时钟啊 任何一个时候 你明心见性了以后 一切今可明心见性 没有说今天我明心 明天就没有 后天我见性 大后天就没有 是一切时钟 你都明心见性 那今天卢士尊跟大家讲 你只要真正的明心见性 开悟了 这个一开悟啊 是永远的开悟 绝对没有说 一下子我看到这个晴空万里 一下子又乌云啊 这个偏盖整个虚空 不会的 一明永明 也就是说 你这个开悟是最大的 无上的开悟 一明白了 就永远明白 绝对没有迷的时候 所以众生啊 都是在迷当中 在迷惑里面 很难的 明白 你突然之间 诶 我好像开悟了 但是明天又说 又想 好像不对 这个不算是开悟 这个只能算是小悟 小小的 很小的 明白而已 真正的 迷心见性 大的开悟 是一悟永悟 没有迷惑的时候 这个是要特别跟大家 说明的 不是在卖关子 师尊不是在卖关子 神秀大师啊 听到吴祖讲了这个话以后 他就回去 回去他就想 怎么样子 才叫着明心见性呢 回去以后 他就是心里 非常的 没有很高兴 当然 他不会很高兴的 因为 他做的祭 出来了 那么师父跟他讲 还没有入门 就是神秀大师啊 神秀大师啊 就得了这个 忧郁症 I'm depacing 就得了忧郁症 他就很忧郁 闷闷不乐 心情不舒服 我告诉你 开悟的人不会这样子 开悟的人不会得什么depacing 不会的 他因为开悟了 所以很大的 降落在他身上 他也是如如不动 大奖落在他身上 如如不动 如果没有开悟 得到大奖 早就溜了 因为人家都要跟他借钱 看到了就要 我们的上师看到得到大奖了 就会跟他讲 donation 有的跟他借钱 有的要donation 要他乐奸 他吓了都跑了 所以还是不要得大奖好 得大奖的 就都跑了 这个得大奖 也不会很怎么样子的狂喜 不会 平常 有大的灾难来 也不会很悲伤 平常 遇到什么事 平常 很寻常 都是平常的事 就算无常来了 也是平常 也是好事 我往生清静佛国 更应该高兴才对 都是好事 所以开悟的人是这样子的 那不是开悟的 他就会有 心理上就会有 有时候非常的翻喜 有时候就会非常的悲哀 这个时候 那个慧能 他还是在做他的工作 他也没有到大堂 没有到大堂 也不知道谁做了计 也不知道师父讲了什么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仍在做他的工作 装鸣呀 砍柴呀 他做了八个月 突然间有一个杀鸣呀 所谓杀鸣就是没有受巨竹戒 只是受了杀鸣的 未满十八岁的杀鸣 那从那边走过去 他就在念那个祭呀 念那个神秀大师的祭 这慧能就听到了 会能听到 他虽然不适日 却听得懂 他不懂得智 他却听得懂他讲的意思 他知道这个祭是没有见性 是离见性很远的 然后他就问这个童子 这个祭是怎么来的 那个童子就像布袋戏演的一样 咚咚咚咚 三声一响 慧能就清楚了 就已经跟他讲了 他一讲他就清楚了 这个慧能一清楚 他说请童子 请这位这个沙弥 带我到大堂去看这个祭 那么这个沙弥呢 就说好啊 你一个不懂智的人 还要看什么祭 他莫名其妙 而且你是南方人 不适日 又做初衷的工作 又那笨笨的样子 这个沙弥也看不起他 但是他还是带他去 带他去 那么去到那里 他就请这个沙弥 讲解给他听 这个沙弥就讲了 身是菩提树 心是明镜台 时时擒佛式 忽死若成 会能听那以后 那旁边刚好有一个基士走过来 这个基士叫做张日用 张日用基士 它是一个县官的随从官 县官的随从 就等于是那时候县官的 江州县长的幕僚 他也是信佛的基士 从旁边走过去 会能就跟张基士讲 他说我也想做一个祭 张基士说 你不懂的字 你怎么做祭 而且你是下等人 你还会 这个是 这个祭 是这个师父的上座弟子 教授师 他写的 你一个下下人 如何写祭 他也看不起会能 会能就讲了一句话 下下人 有上上志 上上志 有浮屠士 不是这样子讲 上上人 有没意志 有时候 他的智慧 会被蒙起来 会被蒙起来 上上人 有时候 他的智慧 会被蒙起来 他请那个张日用 基士 帮他写 因为他不是日 他说你帮我写 我念 这个会能的记 就是 福体 本无数 明镜 一辉台 本来 无一物 何处 若尘埃 刚好跟 神秀的 刚好是 相反 那么这个记 就是很了不起的 但是有没有开悟 仍然没有开悟 只是这个记 接近 接近开悟 算是 踏到门槛 在我来讲 是踏到门槛 各位 很多人 写记给师尊 写记 写你们的开悟 领悟 都写给师尊 我说 都没中 但有人 踏到门槛 是有人 踏到门槛 有好几个 踏到门槛 所以有一个比翼 以前我们流行 穿衬衫 有方格子 方格子 衬衫 有一阵子 男的方格子 衬衫 很流行 那么有人 就把方格子 的衬衫 中间又 编上 1234的号码 方格子 后面 整个衬衫 都有号码 就12345678910 111213 每个方格子里面 都填那个号码 有人就问 他说 现在流行方格子的衬衫 那你为什么要把它填上号码 有什么好处 他说好处有 什么好处 就是你哪边 就是你哪边 痒的时候 你就爆出那个号码 跟你的 拜托你 在17号上 抓一抓 抓痒 有好处 我说 我说 填上号码 也真的是 有好处 师尊的这个 开悟 就像 一个方格子 中间 有号码 你烧到师尊的痒 我穿方格子的衣服 然后给你们戳 这里 根本不痒 这里 根本不痒 这里 这里刚好在痒 你抓到了 就是要烧到痒出 这个慧能的这个忌 刚好抓到痒 但你们大家也写了 菩提本无数 明镜依非台 本来无异物 何处若成埃 陈给师尊看 师尊一看 哇 通通都 踏在门槛上 但是我们不能仿这个 寄去写 师尊以前写过的 你们也不能写 祖师以前写过的 也不能写 要写出你们真正的 物尽的 你们才可以写 这个塔在这个门槛上 是真实的 真实的塔在门槛上 而不是去模仿古德 祖师 你去模仿他的 模仿来了 一看就知道 祖师跟祖师之间谈话之中 有他的这个 奇 奇合的基言在里面 你不能随他们讲 你要讲出自己的心得 这不是打高空啊 有一个人到纽约啊 他提着一个皮箱 在纽约 就把皮箱放下来 在人很多的地方 把两个皮箱放下来 然后他两个眼睛 看着虚空 一只手挤着虚空 那个云啊 哇 那个云好漂亮 好像龙 又好像红 就在那边指 旁边的很多人走过去 他说这个人 看虚空 手一只指着虚空 大家也过来看 是什么 他在指什么东西啊 看不清楚 因为很多人挤过来 就一大堆的人 全部挤过来 哇 变成很多人 都在看那个虚空 这个时候啊 那个人就把 那个箱子打开 卖望远镜 他在卖望远镜 一个多少钱 每一个人都 想着拿望远镜 来望那个虚空 这个叫做打高空 打高空 其实虚空没什么嘛 只是云嘛 他是在卖望远镜的 他想出一套的推销法 就是望向虚空 这样子 手在那边指 过来看 过来看 你看 哇 大家真的都过来看了 看了半天没有 十尊不是叫你们看没有 是真的有 十尊不是打高空 十尊没有卖望远镜 这个记忆是踏在门槛上 那么佛教里面有说一切有部 佛教有很多部派 其中有一种叫说一切有部 说一切通通都是有的 也有说一切都是空的 说一切都是空部 说一切都是有部 这分成两个部 一个是有部 一个是空部 那么神秀大师的 就是说一切有部 这个慧能大师的 就是说一切空部 这个有跟空啊 在佛教里面呢 在分别上 很多的派别都谈到有 谈到空 那么这个佛心中啊 它是 这个空啊 是它的门槛 你要进到这个空里面 但是你要认识 不是这个空 不是打高空的空 不是玩空的空 而是进到空里面 能够知道空 这个才是真正的 见明心见性 你必须要知道空 为什么空 所以你悟的时候啊 是要悟到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菩提本无数 为什么明镜一辉台 为什么会本来无一物 为什么会没有尘埃 问的是为什么 所以这个无主啊 一看到 诶 有人 在这个神秀的这个 祭的旁边又填了一个祭 他过来一看 他讲了一句话 还没有见信 他拿起这个无主就拿起这个鞋子 把这个慧能的祭给他擦掉 像黑板一样 黑板他写在这里 他拿着鞋子就给他擦掉 还没有见信就给他擦掉 为什么无主要这样子做呢 因为当初的时候有很多和尚 很多和尚 好像我们这些上师啊 法师啊 教授师啊 通通围过来看 那个六祖慧能的祭 一看 哇 非常的惊讶 他说 诶 怎么有跟神秀大师啊 打对台的祭出来呢 而且 写了这个 好像是有他的道理 这个无主过来了 马上说 没有见信 把他擦掉 师尊也是一样的 师尊在这个 在自己的办公桌上 有很多地址成绩 有些是 这些绩啊 有些是乱射的 这个 射到西空 他自己就掉下来 不知道掉到哪里去 掉到草丛里面去 也有几个 师尊看了说 哎呀 这个是踏在门槛上的 但是师尊虽然很惊讶 也就是讲说 没什么 没什么了不起 很接近而已 就差那么一点 听得明白我话的 就是最后那一集 就差那么一点 这就是了不起的 很接近 没有什么 就差那么一点 一点就是帮你点醒 这个 为什么会菩提本无数 为什么会明镜 一灰灰灰灰 为什么本来无一物 为什么会没有尘埃 就差那么一点 所以你们再写来吧 有几个已经踏在门槛上 踏在门槛上 真的 他们真的很了不起 而且我告诉大家 全部都是在家居士 像那个 连望法师 连望法师他跟我讲 这个无来无弃呀 我说 这是他在门槛上 只是不是你的 无来无弃 世尊也讲 没有来也没有去 没有什么事 那是广青法师 广青老法师讲的 水果师 无来无弃 没有什么事 无来无弃 没有什么事 那是广青的开悟 开悟计 那你也讲无来无弃 那是广青法师的 不是连望法师的 连望法师你再找一个新的 然后连望法师我问他 为什么是无来无弃呢 他说本来就存在的 连望法师讲本来就存在的 本来就存在的是我的 我讲过啊 本来就存在的啊 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的啦 本来就是存在的啊 那是我的 也不是你的 也不是你的 你再想一句 本来是存在的应该怎么讲 因为本来是存在的是我的 不是不是你的 所以你必须要找一个 更加从来没有人讲过的 不是师父讲的 不是师父讲的 也不是古德讲的 也不是主师讲的 我所悟到的 绝对不是古德讲的 主师讲的 也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 我悟到 所以不要讲过去人家讲的 像师尊讲说 师尊这个太极拳的 金基独立 金基独立 他说来个白鹤亮翅 白鹤亮翅也是太极拳的招式 是吗 找一个新的来讲 这个很多事情的真相 实在是很难讲的 像我师尊是最怕打针 开悟的人也怕打针 会痛 这个 我是最怕打针的人 然后我见到护士就问他 你打针 会不会痛 那个护士就跟我讲 我已经做了二十几年 我就放心了 给他打针 放心给他打 哇 痛死了 那个护士就还没有讲完 我打针二十几年 从来没有一个不痛的 今天告诉大家 这个五主说没有见性 是真的 一般的这个 这翻译六主禅经的人 他就把他讲 其实五主 讲说没有见性 其实是见性的 把他翻成见性的 其实不对 因为如果是见性的 那么六主会能就已经是开悟了 不需要再无主去给他接应 再传他法应 不需要 也不要去再跟他讲 因为他已经了解 已经知道空 但是你知道空 你要进去里面 真正去了解空 而不是打高空 我们今天很多人都知道 什么是有 有都会变成空 我们知道无所得 因为你在有前 到最后也是无所得 得的是谁 是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真的有所得吗 也不会有所得 是暂时得 得的是你的孙子 你孙子会有所得吗 也是无所得 因为还有真孙 每个人只是暂时拥有 就像你的身体一样 有一天无常一到 身体也是空 房子呢 本来是新的房子 我们盖生活秘宴的时候 是新的房子 盖这个雷藏寺是新的 以后呢 就变成老房子 有一天呢 实在老的不堪用 把它铲掉 也是空 你不要以为 你那一部车子 就可以开得永远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你刚买来的车子 开了三十年后 就变成老车 废车 就等于报废了 空的 大家都知道 油会变成空 当你在空里面 你能够知道 为什么是空吗 为什么 你在空里面 能够解释那个空吗 能够 晓得那个空吗 所以你悟道了以后 佛陀在菩提树下 悟道 哦 原来是这样 他悟道 一悟永悟 他就成为觉悟者 就是佛 只要照这个觉悟去做 你就是真实的佛在人间 你真的能够做佛事 能够度化众生 那这一点 都是很重要的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我希望这个 每个人去参的时候 你要了解 什么是有 什么是空 那么 你提到了空 就是它在门槛上 你如何去知道 空 到底是什么 这一点就是我要问大家 这个时间也到了 这个时间也到了 Time is up 我妈的 我妈的被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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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的被移动